哈喽大家好,欢迎使用智网研学平台 研学平台是一个聚集汇读写三大功能的研究型学习平台 能够汇集资源、高效阅读、创作投稿 在这一部分将介绍第二个阅读的功能 研学平台将大量的文献进行碎片化处理 提炼出文献的节点和知识网络 让大家体验全新的阅读感受 在左侧的研读学习模块我们可以进行阅读 研学平台主要分为两种格式文献 绿色的是XML格式,红色的是PDF格式 PDF就是我们原来熟知的原版阅读 XML格式是在流媒阅读基础上 结合知识结构和增强出版做的新型阅读方式 在我们的专题中,选择想要阅读的文献 比如这一篇发表于核心期刊开放教育研究的文献 人工智能教师的未来角色 进入可以看到页面被分为了左中右三个部分 先看左侧 这篇是来自期刊的文献 过去是没有目录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篇文章的目录已经被提取出来 通过浏览这个目录 可以快速了解文章的大纲 进行文章的一个筛选 在我们阅读的过程中 点击左侧的目录栏也可以进行跳转 这是左侧的目录功能 中间这一栏是文章的主体 研学平台将文章的题目作者摘要关键词等重要的提录信息放在了顶端 读者打开文章 第一眼就能迅速的获取核心内容 其中蓝色的字迹代表链接 比如我们点击作者 可以查看到作者在质网里头所有的知识信息 其次我们也可以点击其中的一些关键词 比如人工智能 可以看到人工智能这个词它的概念 以及它相关的词 相似词以及它关注度指数分析相关的一些信息 在文章中 其他蓝色的字迹都是我们可以点击去做拓展阅读的部分 如果想要了解黑色字迹的内容 也可以直接查询 比如我们想要了解微电子学这一词汇 可以选中点击上方的工具书搜索 可以看到来自大量的词典对它的一些名词示意 在这里连接和查询功能将辅助我们更高效地进行阅读 摆脱过去阅读文章一知半解的窘境 接下来是阅读中的笔记部分 当我们在阅读时 对于一些感兴趣的内容 想要记录 不只有一种选择 研学平台有主要两种方式 文摘和笔记 首先确保页面上方选择了原文加笔记的模式 在我们阅读的过程中 可以添加一些笔记 比如阅读到这里 对于这一部分 我们想要进行一个画线 可以选中点击画线功能 它将自动帮我们添加到自己的笔记库中 并且在原文中进行画线 如果大家有想要记录的内容 也可以写在笔记内 比如对于这一段符号主义 想对它进行一个描述 可以选中点击笔记 输入想要添加的内容 或者自己的心得 在这里我输入了一段文字性的描述 也可以添加其他的 比如说超链接 附件 图片 或者是公式 等等 在这里我添加一张图片 比如这一张 打开 可以看到现在我是将图片 添加到笔记中 丰富了我的笔记内容 我们后续可能会有很多条的笔记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对笔记做一些标签 比如在这里 我对这条笔记做了一个符号主义的标签 后续方便我去快速地整理和寻找笔记 点击确定 此时我的笔记添加成功 可以通过右边我的笔记去浏览 也可以在文章中 通过边浏览文章边看笔记的方式去浏览 其次我们还可以添加文摘 例如阅读到这一部分 比如说连接主义这一选段 我想要对于这一段进行一个收藏 摘抄到我自己的文摘库里头 那我们可以选中它 点击上方的文摘 它会自动收录到右侧的文摘库中 在这里可以看到我所有的文摘信息 通过边日后我们阅读和写作中可以引用 其次我们还可以添加图片的笔记 比如这一条精准教研实施的图片 我们可以点击查看图片的高清圆图 还可以对它进行笔记 摘录以及涂鸦的功能 点击涂鸦 我们可以在图片上做一些标注 点击保存 此时这张带有我标记的图片 就已经输入到我的笔记中去了 以上几种是研学平台阅读中的笔记方式 对于目前这篇文章 在原文加笔记的模式下 可以对文章进行添加和修改 比如在这里 针对于第四章节 我们可以右键点击添加紫目录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给它新增一个自己想要的目录 在目录中可以输入内容 或者是添加其他章节 可以插入其他文献中的一些章节 比如说这一篇文章 可以选择某一个自己想要输入的片段 点击确定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将其他文章中的部分章节 融合在一篇文章中去阅读浏览 点击右键 您也可以删除这条目录 最右侧一栏 除了阅读的笔记 还提取了本文所有的参考文献 以及引证文献 之前我们在阅读参考文献的时候 都要回到织网的总库去进行手动的输入 再下载阅读 在织网研学平台 我们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文献 比如这一篇 点击 我们就可以浏览到这篇文章的原文 不光是浏览 我们同样也可以在上面进行做笔记 画线 文摘等相关的方式 以上是织网研学平台阅读的主要功能 目前提供千万余篇XML碎片化的文献 供大家阅读 做笔记 更改格式 PDF的文献支持阅读和笔记功能 这是织网研学平台 汇读写的第二部分 高效阅读 还有更多的功能 等着大家来体验 感谢您的关注 感谢您的关注